10月24日,第二十二届科技产业博览会在北京开幕 人工智能、无知以智能制造等领域的最新技术和成果在此展示 其中首次设立的科技冬奥展获得了不少关注 从科学办赛、智慧观赛到安全维护、运动员保障 2022北京冬奥会的每个细节都离不开科技创新 即将在2022北京冬奥会中使用的雪车雪橇赛道 是中国第一条雪车雪橇赛道 科技人员通过一年多的研发,成功研制出了喷射混凝土配方 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 做到平滑过渡来保证这个运动员在比赛时的高速滑行状态下的安全 总长是1975米 它的任何一点的力区别的误差不能超过10毫米 如果有一点瑕疵的话,都有可能造成运动员在高速滑行下进行翻车 此外,为了保证整个赛道的表面温度在零下8到11度 设计团队使用了双曲面技术 在混凝土底层铺设了近12万米的智能管道 保证这个智能管道给这个混凝土表面降温 然后再通过这个专业的那个喷头均匀的喷洒这个水物 为了保证这个赛道的精准施工 我们通过计算机软件对这个赛道提起了100多万的定位坐标 我们使用这个国内手冲的双曲面技术 保证这个赛道适合这个国际单向组织认证标准 除了比赛场地中的科技应用 运动员装备中也蕴含了不少科技元素 北京服装学院用高性能石墨锡材料 为冬奥制作的智能加热服装可随时调节温度 保证了运动员的舒适度 然后像这种是一个外在的一个电源 然后打开开关以后它一共分为三档功能 然后可以保障不同的温度 然后就是它里面是石墨锡的加热片 然后是放在服装的中层的这个位置 可以保障运动员在不影响他穿着的情况下 实现加热的这种性能 据了解 本届科博会有3.8万平方米的展览会 11场论坛会议 14场次的推介交易活动全面展开 1200多家科技企业参展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